8點21分來關心天氣 我們的機器影像是在台東 來看到台東現在雲層是偏後 感覺上是有一點點陰陰的 目前台東的溫度大概落在14到15度之間 在海邊的部分會感受上其實比較涼冷 因為看看這個風其實蠻大的 提醒大家今天冷空氣在慢慢減弱的過程 所以坦白說還是蠻涼冷的 現在8點多才準備要出門上班上課 還是記得要穿暖一點點 接下來透過亞洲女途提醒大家 一大早的冷空氣還是持續影響 像是整個嘉義以北還有東北部 溫度大概都只落在8到10度之間 加上迎風面有一些低層的雲從華南移出 所以導致這個降水的回波 大部分是在東側的海上 導致了大台北的東側以及東北部 有些零星的降雨 至於在新竹引南是有機會看到陽光露臉 至於白天開始這個冷空氣才會慢慢減弱 溫度才會慢慢回升 而明後天天氣才會更好 只是要提醒您禮拜天東北季風又會增強 北台灣溫度又會略微下降 基隆北凱岸跟東半部會有一些短暫陣雨 接下來關心到還是回到今天的天氣 看看亞洲溫度趨勢提醒大家 今天高溫確實會比昨天再回升 但坦白說回升的幅度也不會太高 像今天北台灣的高溫大概會落在14到15度 中部跟花蓮18到19度 南台灣跟台東大概有來到20到22度 但是又是要注意日夜溫差蠻大 因為像我們剛剛其實很像是台東溫度 大概14到15度 但今天台東的高溫有機會來到了20 23度 其實溫差也是蠻大的 至於天氣真的要等得比較好 要到禮拜五禮拜六 溫度會逐日回升 每天回溫大概是兩度上下 所以這個這幾天的溫度差距其實也是蠻大的 要特別注意天氣變化了 只是要特別提醒您 現在外頭溫度還是偏低 現在還是有19個縣市是發布低溫特報 尤其是苗栗縣是有可能有6度的低溫 連江是連續6度低溫的機會 至於其他橙色燈號的範圍 包含了基隆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園 新竹 還有台中 宜蘭跟花蓮 以及金門都是橙色燈號 這些地方溫度其實可能都是10度上下 但這低溫特報可能稍後就會解除 或者有些縣市會減少 也要請您持續關注了 接下來溫度到底會怎麼變化 也提醒您 今天是在冷空氣減弱的過程 但是一早還是偏涼冷 所以低溫在連江南竿6.2度 而新北市石門的富貴角也只有8.5度 這個溫度早上才會慢慢的回升 但回升幅度也不大 要等到禮拜五 禮拜六 也就是明後天 這個溫度才會明顯的回升 只是要特別注意了 禮拜天又有東北季風增強 但坦白說影響主要是北台灣的部分 這幾天溫度變化其實還是蠻大的 而變化蠻大的 恐怕還有降雨的狀況了 因為今天早上出門 很多人可能感受到外面有飄飄雨的感受 但這個看看雷達會坡圖 主要就是這個雷雨包 主要是在東部的海面 有些飄進來之後 有些地方就降雨了 但坦白說累積的雨量也不太多 最多的地方是在宜蘭南澳大概6毫米 新北市萬里是5毫米 而蘭雨是4毫米 但這個狀況在下半天 在下午之後 以及這個中午過後 其實就會慢慢解除了 指著雨到底這些地方還要下多久 四日雨區圖也要提醒您 其實今天開始這個水氣就是慢慢減少的過程 但要注意了 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區 還是偶爾會有飄飄雨 北部山區還有各地山區 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而這樣的天氣形態其實從明後天開始 水氣會慢慢減少 但是主要山區都還是有雨 至於禮拜天就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東北季風影響 所以導致這種北海岸跟東半部的雨增加 各地的水氣也都增多了 這個降雨範圍是擴大了 所以注意了出門最好都帶上雨具 所以後來關心的是各地的溫度趨勢 首先是北台灣的部分 北台灣今天溫度是在緩慢回升的過程 所以這個溫度大概只有11到14度 要等到明天開始 這個溫度才會慢慢的回升 至於在中台灣的部分 中台灣這個溫度回升幅度相對來說是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要注意日夜溫差比較大 像今天的溫度是落在9度到18度之間 至於在南部的部分 帶你來看到南台灣其實天氣就還不錯了 這幾天高溫都有機會來到 至於在東台灣的部分 東台灣來看到其實溫度還是偏低的 今天溫度只有落在13到18度 明天開始溫度才會緩慢回升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